不少人都會買膠瓶水或飲品 但你又知不知道 塑膠廢物是本港第二大都市固體廢物 在2021年佔總量超過兩成 太古可口可樂作為本港最大規模的非酒精飲料製造商 如何由可持續包裝帶領業界推動減費回收 今集就帶大家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